你家这么破啊 爹地 你带着哥哥们住在这里 一定很辛苦 光顾着找个老破晓 忘记小堂应该住个好点的房子 怎么开车的呀 不好意思 爹地 这真的是你的车吗 你怎么连手杀都要弄半天啊 呃 这 这个货特别 给我找的什么破车 你家这么破啊 生存危房了吧 看来也是个吃不了苦的败金女人 好在没让她知道我的身份 周小堂 你就要跟妈咪一起乘风破浪了 妈咪 大风追来 会把房子挂倒吗 爹地 你带着哥哥们住在这里 一定很辛苦 光顾着找个老破晓 忘记小堂应该住个好点的房子 你多久没回来了 怎么门锁都打不开 这钥匙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锁坏的 想过你穷 没想到这么穷 还好没有事先表明身份 妈咪 妈咪 小飞小天 妈咪 你和爹地在这干什么呢 你爹地啊 打不开门 再跟门锁叫劲呢 这个笨蛋爹地 连自己家都忘记了 诶 霍 霍总 霍总 你不是个体户吗 呃 我不是开霍拉拉嘛 这大小也算个生意 出门在外总得顾着脸 怎么也算个总 对对对对 妈咪 我们家在对面 嗯 那是你们家 妈咪我们快回家吧 我们快回家啦 姐姐快点 呃 我不是让你给我找老婆小吗 这就是你的老婆小 霍 霍总 这跟您的霍室豪宅比起来 她确实是个老婆小啊 我 欢迎妈咪和妹妹回家 吃饮 太大了吧 哎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宝贝们 妈咪 妈咪 我们终于要有家了 耶 不要吹蜂蜂了 终于可以和妈妈输在一起了 妈咪 妈 我有点饿了 那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我们搬进新家第一天啊 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好耶 周附近有什么餐馆啊 这样 你们在这等着 我就说我往看一看啊 哎呀慢着 我来吧 你带孩子们去玩一会儿 常年吃外卖的男人 一看就是黑暗料理高手 为了我和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考虑 绝不能吃他做的饭 妈咪啊 妈咪 你确定要做饭吗 放心吧 包在妈咪身上 走吧 玩去 走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